L participation for haha 湯正偉老師 數字測驗 未來個月 我可以扭轉乾坤嗎 我們信息數字有 626 483 748 173 跟312 312 來 我要選626 確定 怎麼了 那我173好了 妳確定 妳不要這樣 我想選31 那我選173 1748 312 483 都有人選了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扭轉乾坤嗎 626 483748173跟312 你看2月3號就立春了嘛 所以可以測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測到什麼數字 代表你這一整年的開端呢 我們應該要如何往今年的方向去經營 對 或 雖然題目只有一個月 但是它也代表就是說 這一整年的開始 我們要如何去規劃 也可以這樣測 好 來看一下 選到我們的626 由我們的雨婷所選到的 你這樣這樣第一個開 我感覺好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的概念 人家要今年開始就是寫真集 對 你是漏 有漏什麼尺度的 我兩本都已經漏了 第三本有可以不漏嗎 那兩本都是限制集的了 都是三點的 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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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看 626 第三本寫真集 對 看你要注意哪一點好不好 超快一點 好 你要注意呢 跟你的個性蠻像的 就是呢 人際關係呢 貴人體系 其實還不錯 對不起你 我在這邊再次跟你道歉 我這個人道歉 我這個人道歉絕對不在小巷子裡面道歉 我都在大馬路上道歉 我再次跟你說聲 正重地跟李密道歉 這還中槍一下 這個人際合合的意思就是說呢 也告訴我們呢 就是你年初開始呢 今年一整年 你要多注意人際關係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選到這個掛像人呢 其實他平常心直口快 但其實他並沒有太多的心機 但是只要你好好的去耕耘你的人際關係呢 也代表就是說未來一個月呢 其實你遇到困難的話 其實會有貴人來幫助你豐胸化肌 所以2021年呢 一開始呢 人和是你今年的功課 但是呢 也是在這方面你好好的經營 也會得到這方面的好運氣喔 好 恭喜選到626的朋友 好 那雖然只有60分了 不過還不錯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483 待會看好了 看一下312好了 312呢 由我們的這一個 阿美老師所選到的喔 欸 運勢不錯喔 90分的好運氣喔 好 再選到這個掛像呢 代表什麼 代表說呢 會有很多的貴人呢 可能賞識你的工作的態度啊 跟工作的一些方向 然後你會發現說 在事業上呢 可能今年開始呢 會更加有目標 自己的內心呢 也會很想要呢 趕快開創 那個事業上的野心 或雄心壯志呢 開始出現了 不過好好地耕耘的話呢 未來一個月呢 也可以帶給你事業上的豐收 也是很好的喔 有90分恭喜你了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173 173由我們的李懿 所選到的 好 李懿呢 選到這個呢 身心安康 心情愉悅 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選到這個數字代表就是說 未來一個月呢 其實你還是沒有找到什麼方向啦 我怎麼一直在找啊 對 就是隨遇而安的意思喔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只要你調整好心態呢 我倒覺得今年呢 也是你健康也是你最重要的功課啦 所以健保卡真的不要要用到了 希望你今年也用不到 所以呢 選到這個數字呢 好好的養生啊 或者是說 你多著重養生的一些規劃 或是關於這方面的功課啊 訊息呢 可以去多涉獵 對你的生活人生呢 健康都會很有幫助喔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 483跟748的對決 賭齡哥的483好了 好 賭齡哥呢 100分啦 哇 沒有賺錢喔 感覺很驚嚇對不對 還不錯喔 財神降臨呢 財運興旺喔 再有什麼呢 未來一個月呢 或是今年呢 其實我覺得 可能在事業上啊 工作上 你也會覺得說 我應該要更努力 覺得人生活著就是要有價值 好好地開創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今年賺錢的機會是蠻多的 但是呢 剛開始的第一個月呢 我們做好理財的規劃呢 你會發現說 這整年度 你只要這個月做好理財規劃 下半 或今年度的年中 下半年呢 都會因為你這個月的決定 而感謝自己 就是年底的時候 會感謝現在自己 做一個好的決定 例如說有可能會買房 有些人可能會做好 可能保險理財的規劃 等等的 所以呢 多涉獵訊息的話呢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進帳也蠻豐厚的 謝謝 好 選到我們的748呢 由我們的艾菲爾老師 所選到的 老師選到這個 應該是蠻 蠻辛酸的是不是 過年了 要過年了 80分啊 好 桃花還不錯 桃花綻放呢 幸福洋溢 那如果呢 沒有想要求桃花的朋友呢 也代表就是說 跟家人之間的感情呢 也是你現在今年的課題 那只要好好的去過生活呢 我相信桃花貴人人員呢 都是很好的 恭喜你們囉 我可以跟你們說 我可以跟你們說 好嗎